遭遇突变的她 面对难题 一筹莫展 因为现在这个户口 我现在实在没有注入 知道吗 我也希望 就是夏美男的 看看亲近的面 是吧 帮我这下子 这个忙 危难关头 姐妹纷纷出面力挺 伸出援手 现在我姐家呢 现在出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呢 其实心里也都挺难过的 想帮我姐呢 心有余力不足 感情都那么好 我一直 我曾经我带过鱼板 我就写过 我父王成立 我一夜什么的 要事 我只能帮我 我肯定有别的相对 因为在时候我姐 确实意见难过 我们家姐妹都 我这几个姐姐 也别太疼我哥 他们也疼我的了 都疼 近在咫尺的希望 却突然功亏一篑 帮帮她也没有什么 结果现在呢 她就反过来 翻过脸来了 她就强迫性了 就是你同意也得同意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他们姐几个就来 就反正动不动 姐几四个就全闹 上这闹他来 我说你别这么丢 那二姐 你帮二姐 二姐这个难处 你帮二姐闹闹就完了 二姐实在求求你了 横加阻拦的背后 究竟是谁在要挟谁 就是无论您心里愿意不愿意 您都得想一条后路 您都得想一条后路 得让一步 否则两边都万难 而且呢 你看看你这个姑奶奶 都不是生油的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气势 大有就是说 如果要是你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反正自己也捞不着 互相牵制的尴尬 是各自让利 还是抬杠到底 说了你弄进去以后呢 我们兄弟姐妹也感激你了 帮我姐的一忙 如果你要不给弄进去 是吧 那姐姐咱们得丑合 咱们也就记上了 我得要捍卫我的家庭啊 保护我的家人啊 对吧 现在就我一正常人了 我也五个多了 我不能说听他们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吧 咱们得讲道理 不能说你傻魂 说你们光光来几个人 你跑这老吓唬我了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各位好 我是刘佳 杨佳的姑嫂之间呢 曾经是互助互爱 然而就在去年 二姑姐家里 突然遭遇了重大的变故 没有选择的 她只能把户口 落回老父亲的宅子当中 然而这件事 却遭到了弟妹的阻碍 并且弟妹明确提出了 想要回家的条件 她能落进来的话 那我当然有条件了 政策是一时一变 不知道将来有什么变化 谁也保证不了将来 我为什么要让你能落进来呢 你落进来我们怎么办 她在电话里就问我这么说的 她说那个 要是不办这个的话 我就不给你办 我不同意 她就这么着 我说还求她 我还挨着求她 我说下面来你 帮帮二姐吧 帮帮二姐 一边是弟妹 绝不松口的落步条件 而另一边 距离杨美玲家 签户的时限 却越来越近 搬家之后 两个月之力 必须签走 所以现在也挺难的 我现在如果让你入境户口来 我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对吧 你没户口扑在这 你们都这么当 你们户口入境来 那不是刚才反了天了 如今时间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 两个月内 杨美玲一家 因故必须签出户口 而弟妹夏美男 也始终不愿 对落户条件 做出让步 这场因无奈签户 而引发的落户难题 最终如何解决 一起走进今天的 调解现场 第三条解释 欢迎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 今天首先来到 第一现场的是 杨家的五个女儿 其中这个大姐 是派儿子来做代表 五位 现在这个 您家一共是六个孩子 是吧 应该是几六个 坐在外面的那位 是老三的媳妇 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五姐妹 团结一致 现在要去跟这个 老三媳妇 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主要问题是什么 姐是偶尔去 但是还是以谈房子为主 就是他们俩去谈 要假如一到谈房子 情况下就全到了 我先说吧 因为这个事 我们家的事情引起来的 我现在的关于就是落到户口问题 现在是这个意思 完了我是想落户口 因为现在我手下没有房了 完了落户口 完了之后 就是我们已经资金到派儿所 派儿所的给我的回答 就是你们家的那个 姐几个得同意 完了第一个有居住 完了之后就可以就商议一下 坐在一块签个字 环游拍手所掌呢 再批 户口就可以落下来 后来呢 刚好那天 我就是给我弟妹打电话了 因为家中经济状况的突变 老二杨美玲 将自己唯一的一处住房出售 而卖房之后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家人的户口没出落了 由于弟弟杨德丽和弟媳夏美男 始终居住 并使用二老的房屋 于是二姐杨美玲 就向弟妹夏美男表达了 她想要将户口 落回父亲老宅中的愿望 起初 弟妹并未拒绝 而杨美玲 也一直殷切地等待着弟妹的答复 然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 不久后 弟妹的态度 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当时我不可能答应 什么事不可能 你一个电话 你说怎么着 我就得怎么着跟着你 对吧 后来年他突然 他就跟我说 他说在那个盘子所 说必须得那个房产 过名才能给你办呢 好了 当时这个问题呢 我就有点疑问了 为什么疑问 因为他就是关于到我们家 这个房的问题 他一直自在想过名过名 因为现在这个工房 是我父亲的名字 好了 当时我就有点犹豫这个问题 我就去到派人所 我就问了警察 警察说的 就没共提这个过户房的问题 就说几个要同意 完了 几个能做一块 完了之后 签个字就可以了 就这种情况 后来之后人家也没说 叫必须要改房产的名字 下美男 告知二姑姐 杨美玲 只有将家里 老父亲留下的公租房 变更为自己的爱人 杨德丽 她才能答应 姑姐落户的要求 我找她 她没在家 后来呢 我弟在家 杨德丽在家 我说杨德丽 我把二姐遇到这么大难事了 你看怎么办 帮我二姐呗 当时杨德丽 她说她不管 她说错了 我才提 我说 如今杨德丽因半生不随 基本丧失行为能力 而家中的主侍者 就是她的妻子 夏美男 当时我没在嘛 他们就来拜哈 私就闹上了 然后她当时还跟我说 对 说让我去签字 然后呢 把房本给她 就是我们 公租房的房本 后来呢 我不是就没认可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当时我肯定不认可 这个问题 然后他们就来拜哈私闹了 我说你别这么丢那二姐 你帮我二姐 二姐这个难处 你别闹了 就完了 二姐实在求求你了 后来呢 那天呢 我爱人 还直求他 还说那个夏美男 你帮帮大哥吧 大哥这样难 就哭着喊了 跟他说的 说你帮帮大哥吧 大哥这难处 太难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 遇到这样困难 如今在二姐杨美玲看来 正是因为弟弟不能当家 弟媳才故意刁难自己的 她说呢 这个房子呢 她这个户口必须入进来 她现在没得入 说如果你不同意 说当时我儿子 就是说她 她的孩子 要上你那耍混音 是不是 或者这个房子 实在凭我们 可以充公我们 给你 咱们充了 就完了 她是这个意思 那是除了三哥一家 除了子宁家这三哥 他们其他人 在座的都同意 那天已都跟我去派尔所了 因为没跟派尔所了 你所长说的之前 我们这有去问的情况下 人家就都恐去了 三哥为什么不去 具体 我们他这一次 就非得要把房产 变成他的名字 现在这个房产是父亲的 我父亲 这个房子是公租房 公租房 父亲也还在父亲名下 是吗 对 成租人一直都变 是吧 那现在这个房子 等于说是三哥 一直在住着父亲的房子 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父亲是 07年 去世之后 就是大家就没有什么说法 是吗 没有 因为还有后妈 后妻 有一个妻母 在那屋里住 妻母现在还在吗 也不在了 也不在了 那老人都不在了之后 有没有人提出来过 说这个公租房 咱们需要变更一下 成租人 因为您家这个地方 我看了一下白塔寺 也是 是有拆迁的可能吗 没有 或者成退 没有 但是没有 一直这么嚷嚷 就说老实说 以后可能前院有成退那种 有可能成退 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动 对 那如果以后赶上腾退也好 人口疏散也好 这个如果不变更成租人 那始终是个麻烦 所以大家没有想过 变更成租人那件事吗 还是说家里没有一个人 可以是众人信服的 接下来的成租人 尽管老两口早已去世 但成租房的使用问题 始终没人提及 这一次 接着杨美玲 想要落户的事情 这一问题 终于被摆上了桌面 我们在这住十年 公共婆婆都是我们给照顾的 对我们一起共同生活 我们现在为人没有 他要当成功人 为人不可以 对吧 我们有这个条件了 十年了 当前也是我家了 我说还求他 我还挨着求他 我说夏美男 你帮忙二姐吧 帮忙二姐 这次二女儿杨美玲一家 想要将户口 落回父亲的公租房中 却不料三地席夏美男 已将公租房的成租人 变更为三地的要求 向他提出了落户条件 现在我们家有这两天房 就这么没人住的呢 我哥也觉得多活几年 如果这房一旦改了 或者拆迁了 或者变成他的了 我哥早死两天 所以我们这房展示了不强 绝对他有的素权是他的素权 不会动那个房子 他们住的都是谁的房子 他们不是都住的公共婆婆的房子吗 他们为什么可以住 我就不能住呢 我是外人吗 我为什么就没有确定权利呢 何况他有病是有病 这个东西谁也受不好 是黄土埋人不分牢上 我哥现在已经都这样了 他现在是无能行李呀 一在五百房改成你的名字了 是吧 门间拆迁你 谈谈你 是你下的难谈你 我们家都会凭叫你去弄的呀 哪能弄到你呀 杨家老五杨女士表示 如今自己的三哥杨德丽半身不随 三哥家的户主和实际主事的人 都是三嫂夏美男 如果过早的将公租房过付到三哥名下 他们不免有些担忧 现在原来吧 我们考虑过这些问题 现在来讲吧 好多问题应该是暂时动不了的 因为我们家现在这个变化挺大的 所以我们一直不想变 一直不想改 您觉得因为三哥家还有存在的变数 是吗 现在他们的发展我们确实不知道 可能是 从姐妹们的描述中 嘉宾们感受到了 来自他们心中的不安 而过多的猜疑 他们似乎也不便多说 因为这两口的关系 可是那跟三哥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现在您是想把户口签到 应该是我们看了一下 您是想签到那个妹妹的户口本里 是吗 对 对 您家户口签的这些东西就熟悉了 对 那个房子里面现在有几个户口本 那个房本应该现在是有三个户口本 它是单户 它没在这里边 然后就是 它里面是有一个户口的 对 然后一户里面 我妹妹跟我妹妹的孩子是一个户 据了解 在白塔寺附近的这套院子中 起初 杨家人一共有三个独立的户口本 其中 老三杨德丽夫妇为一户 他们的女儿丹丽一户 另外一户 是杨家的小女儿 杨淑玲 及其女儿 为什么说这户口没走 我结婚时候 那年 我结婚的时候签户口 都不让签 这我姐妹谁都知道 即使我们有了孩子 说我们都有了孩子了 都不是结婚 都不让签户 结婚的时候就没签走 她妹妹没签走 然后有那个孩子 然后那个孩子呢 户口呢 就生完孩子 孩子也落在这了 就她妹妹的户口在这 别人的户口都不在这 就像小妹妹 嗯 对对对 原来是我父亲的房本里 这我闺女 我还有 就我 我亲民四个人 那么老二杨美玲 是想要将户口 迁入三个户口本的 哪一户当中呢 我现在就想落在 我小妹妹这块里 比如她是这个房子 这个什么嘛 我想落在她身上就可以了 你小妹就没意见 很多的学 对 她说落在小姑 就是最小的那个 最小的小姑子 老六吧 属于老六的名 她落她的户口里 就落在一户口里 就是购物原来 对对对 二姐杨美玲明确表示 这一次她打算落户到小妹家的户口里 完全不牵扯任何三弟家的利益 只需要三弟一家配合签字即可 你看跟她就牵扯不着 完了那天呢 我还跟你说这个事 那天呢 本来我就说好之后 我就跟那个 跟她本身我也说 我说夏美男 第一 我牵户口不牵到你那上边 因为我小妹妹是 在我爸的那个工房上边 而且她也当户 我说我牵到杨淑林身上 是不是 我说我不牵你身上 掺着不着 这个拆迁问题 她的户口本 的确 她这个专家是不是知道这个问题 就是这户口是 她是从以前 她就没牵走 她一直跟到那个户上 完了我还说 我说你搬碗里这个忙 这忙挺困难的 我说再分道 我也不会 把你给你边那个 捣乱了 是吧 我也不是捣乱 是吧 我跟她们跟她说完之后 她说什么 要不过我边户口 我就间接不同意 所以我们几个人就 考这问题 我们其实都同意我的户口问题 留住她现在不同意 不知道她是怎么 想的良心何在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多次的协商 早就伤没了感情 原本只需要他们 每一个人帮老二 去签一个字 事情就能办成功了 老三媳妇的做法 却着实把事情复杂化了 具体我姐那个户口问题 与她也没关系 这房子 因为是我爸的名字 进不进户口呢 因为说 我哥他虽然手脚不灵 他脑子并没毛病 我就说我哥现在 这兄弟姐妹对你这么好 要是没有这几个兄弟姐妹 你得上大病 你早就死了 说完了 我们赐助他跟自我 我怎么赐我爸 怎么赐我他 没想到给他救活了 仿得他没有亲情 毕竟我们都一样 常爬出来的 都愿意过得好一点 不愿意让人瞧不起 没有了 现在我姐已经困难了 他这边 他不给闹 这块不知道 他有什么想法 现在我们不知道 他怎么想 就是签一个字 大家口口目 签一个字就聊了 是吧 就是不知道 我姐妈怎么想 他非要 要把事情复杂化 这个按我对 户籍政策的了解 如果你要签到一家 到一家人家去落户的话 户主同意不就行了吗 干嘛有那么多人都同意 不是 我们去问他派出所 派出所说 必须姐妹同意 因为我父亲不去世了吗 可这房子呢 还在我父亲名下 因为这房子以后 成租人是父亲 对 小妹是这个父亲 成租房子的户主 对对对 就我的小妹 成租工房的 户口本只有一个 就是小妹 小妹一家三口 小妹尽管来来 小妹尽管是这个 公租房的户主 但她不是成租人 所以你要在这个 成租工房里边 有新的人进来 来落户的话 关系到成租人 所有后人的 相关的利益 所以人家要求 相关关系 厉害 厉害关系人 也要签到同意 你这意思吧 对对对 就这户口是 从以前他就没签到 他一直跟到那个户上 那二姐 您的户口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还没签住 在封坛 就是还在您卖掉的那房子里 对 是吗 对 那最晚什么时候 这个 我今天也带来了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 如果说这两个月 这问题解决不了 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的话 我就今天不会到这来 也就是说您没有选择 一点选择都没有 我已经走得好 我已经跑了好多地方 没有选择了 您既然没有选择 那能不能考虑 就是满足他的条件呢 我不能代表大家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对吧 这房是我父亲的 不是我的 那有没有谈过条件 但是 但是你要说 我可以给他写都没问题 给大家写都没问题 但是 这个问题不是我 一人能做决定的问题 等一下 你写什么要 他要 他现在下面 他要说为了这个房 或者说是我欠上他的利益了 我可以写 写什么 我现在按原来的 我没有过情况下 我听你说吧 你可以想他表达 如果这个公租房 有什么利益的话 我怎么怎么样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不要这个利益 可以 是这意思吧 不是的意思 那你想表达什么呢 不是的意思 我们不可能叫我姐 放弃 公租房的 我就想什么意思 原本二姐试图 用承诺放弃公租房 未来利益作为条件 说服三媳妇夏美男 为自己一家的落户行方便 但显然 杨家的其他姐妹 并不支持二姐杨美玲的放弃行为 而三媳妇夏美男也直言 二姑姐不愿意放弃 在公租房中的利益 正是她担心的癥结所在 家庭遭遇突变的她 面对难题 一筹莫展 对于现在这个户口 我现在实在没有地路 知道吗 我也希望就是夏美男呢 看看心智能量 是吧 帮我这下 这个忙 危难关头 姐姐妹妹纷纷出面力挺 伸出援手 现在我姐家呢 现在出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呢 其实心里也都挺难过的 想帮我姐呢 心有余力不足 近在咫尺的希望 却突然功亏一篑 她就强迫性了 就是你同意也得同意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他们姐几个就来 反正动不动就 姐四个就全来 上这闹腾了 横家阻拦的背后 究竟是谁在要挟谁 我觉得他们那个气势哈 大有就是说 如果要是你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反正自己也捞不着啊 互相牵制的尴尬 是各自让利 还是抬口腾 如果你要不给弄进去 是吧 那姐姐咱们得 仇合咱们也就记上了 那就我一正常人了 不能说你傻魂 说你们光光来几个人 你跑这老吓唬我来 对吧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是不是 如果将来 签者到拆签 他如果 他现在 他说他没房 他的要衣几句时 他户口在这 你如果不给他 不答应他条件 他不签字 是不是也影响我们 而且他说他没房 如果他的 他的户签完了 他来了 他还是他没房 没房他干 我得住这 我户口在这呢 我们怎么办 有什么关系 你这拆签有什么关系吗 我都提不到拆签问题 我如果没想拆签问题 我想经户口问题 最近两天 我姐姐跟他谈户口的时候 他跟我姐是那么讲的 这个户口呢 只要我妹妹签字 他就能进 具体八次的房 以后呢 与我们姐几个 没有半毛钱关系 没有 我当时我挺生气的 尽管二姐杨美玲表示 眼下 她只考虑落户口的问题 已经来不及 过多考虑 将来公租房拆签的问题 但弟妹夏美男坚持认为 二姐一家的户口进入 势必会对自己的利益 造成威胁 好几年之前 就想打一隔断 他们就想住进来 然后当时 我没听这不这事 后来林总呢 就说第二天要打隔断了 后来呢 我也没 我说你愿意打 你就打过 你决定能住 你就住 我们按法律来走 我们应该住 我们也可以住 那您现在是 单纯的想把户口 落回去吗 还是说要回去 住里边的一间房 我现在 首先把户口解决了 现在我暂时 说实在的 讲人情 还没想到什么 那逼到我那步 按法律 我就必须可以去住 就是没想住户口之前 因为这个房子 你们打了多少年了 就为了争这房子 我现在如果让你入境户口来 我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对吧 你没户口不在这 你们都这么当 你们户口入境来 那不是刚才反了天了 从杨家孤嫂的表述中 我们得知 近些年 为了父亲留下的 这两间公租房的过户 和居住问题 家中已经发生过不少摩擦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在父亲去世后 这接近十年的时间里 公租房的成租人 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变更呢 可其中 有这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 我们家是这样的 我们家一开始 有四间公租房 四间公租房 给我大哥一间 结婚 给他一间 给他一间 当时我大哥 因为我爸不找后老爸 我大哥不同意 不同意 跟我搬到别扭 我大哥就把这间公租房 跟他换房了 换到西城区 照灯里路 现在也拆迁了 拆迁的时候 大哥去世了 去世的房子又归回我爸来了 拆迁完了 我爸把钱都归我爸了 对对对 他现在还有 没有人 没有 对 据了解 最初杨家老父亲杨淳如 在白塔寺附近 是有四间公租房的 家中的大儿子结婚之时 他分给大儿子一间公租房 而后 大儿子因为与父亲闹了矛盾 便与别人换了房子 搬到了照灯与路 再后来 大儿子去世 在与路的房子拆迁之后 父亲杨淳如 又将拆迁利益 收了回来 我们姐姐都在场 我爸说 既然拆迁了 你们闺女呢 有病的时候 都伺候我们 给你们一分四万块钱 说呢 我大姐 我大姐呢 虽然她傻 可她也是我的孩子 我爸说呢 就跟我们说 她怕以后 我姐夫没有了 怕这孩子呢 不照顾她妈 就跟我们说 说这钱呢 由我二姐拿的 一旦她不照顾她妈的时候 说你把钱 有的钱 来叫我大姐那什么 当时呢 我爸呢 就因分了我们四万块钱 不分他们不干呀 不分他们要玩命啊 而除了分给 如今已经去世的 大儿子一间公租房外 当二儿子杨德丽结婚之时 老父亲也曾分给他一间公租房 他结婚的时候呢 我爸让他就住在 一进门那个间 就分给他一间 对 分给他一个公租房 那还剩两间 两间现在 我爸跟老太太 那会儿一直就在 居住在那个房间里头 这个房子是这样 85年的时候 我结婚呢 就是这间房子 就是我右边 这一间门 这第一间 第一间房子 然后当时呢 我也有工作 然后就后来 我生完孩子以后就没上班 他呢 就是太有 就是那这就血压高了 他也没法工作 没法也没有什么工作 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嘛 后来这个房子 他跟他爸爸商量的嘛 然后呢就给卖了 据了解 在分到公租房不久之后 由于经济拮据 杨德丽将公租房转让给了别人 而对于各种的缘由 二姐杨美玲解释道 这其实有隐情 用不动就几四个就全来 上这闹腾来 搬家之后两个月之旅 必须牵走 谁也保证不了将来 我为什么要让你能住得进来 我们家中的平方叫你去弄的 如果你们要狠得下心的 可以让他住大街 无论您心里愿意不愿意 您都得想一条后路 他给卖了 就是一进门那房 他为什么给卖了 因为他那边我弟弟呢 有那个爱赌国嘛 后来没有钱 给卖了 别有钱 有钱就去赌点 是别冒着东西 冒着东西就去卖一点 现在不赌了吗 现在如果他要没有病的情况下 假如这房要改成他的名字 现在两年方肯定已经就没有了 赌博一辈子 他那房就赌博给卖的 为什么那房不能改他名字 改他名字完全可以给卖了 我们不放心他 他现在半生不随了还能赌博呢 对 他有赌博的习惯 但是我也管不了 你知道吗 对 他不赌了 怎么赌呢 他现在不赌了 他不赌 明天改他名字给卖了 他跟我哥经过这么多年 住在一个院那里 他没管过我爸 一直跟我爸当过 而且你结婚的时候 我父亲给了你房了 不是没给你房 那你给卖了 那你能难道你把房卖了 老人的房就能吃你的了吗 是吧 而且子女那么多呢 就是说老三把他分的那间房给卖了 之后又回来占爸爸的房子 姐妹们说 杨德丽夫妇赌博输光了自己的房子 现在又开始觊觎家中的老房子 这正是他们最为担心的事 卖完了以后呢 他爸爸那让我们住的东屋 这是他爸爸 他们俩商量好的 但是他们俩怎么商量呢 我不知道 因为这事我不管嘛 然后把这房子给卖了 东屋去了 住的那个自建房 他马上之后 后来就跑到那个自建房里边住去了 以他都归人大为名义 非要住那边的房间 住完那边房之后 他把他那个工房给给卖了 据了解 当年杨德丽在转让了父亲分给的一间公租房之后 便住进了父亲的另一间自建房中 当初盖那个 就是那个北宫的自建房的事 也是给我小妹妹的孩子盖的 说他孩子在那边上学 孩子比较逞着跑了 然后那他那会儿 完了之后 他孩子也没让自己孩子过来就住了 他把房后来就给占上了 我们家自建房是 从我到这个院就有 我家到这儿 我八五年家这儿吧 就有 在明明之前啊 他住在那公租房的时候啊 他跟大叔怎么说的 因为他说 爸说我们家闺女大了 住房不方便了 你给我一间 因为当初那自建房 是我和小妹妹们俩住 我们俩不结婚了吗 你房就空了 他说你叫我们俩住 叫我们家闺女住自建房去 我爸就答应他了 说行 当初我爸没办法 不给他不行啊 他天天跟我爸打呀 打爹骂娘啊 走饭桌呀 我好家伙 你看看 你没看见我们家那我爱人了吧 他是那种 那种 那种人吗 这个人不是说凭你说的 现在他说不了话了 你这么胡说他 诽谤他 那是你哥哥 你倒不说他杀过人呢还 我爸饭桌都给我爸做了 我爸怕他呀 我跟你说 我爸睡觉 冲几下 枕头几下 老哥把菜刀 上我们家抢钱去 他赌博人 上我们家抢钱去 找他抢钱去 他往我爸的屋带 而在住进了父亲的自建房之后 杨德丽家的日子依然不平静 他这个他给人做了一个担保 做了一个担保 给从中当一单间中间人 把人借了一个六万块钱 借六万块钱呢 结果这 借钱的那家伙跑了 他没有钱能力还 后来人家就 人家就找我们 因为我们是中间人嘛 但是他也没有这能力还 这六万 人家把我们给告了 告了 还不了这钱 人家就住在这了 人家住这 人家就是强迫你还钱 如果你不还钱 人家说 人家这房子 人家先要了 可能是这种情况 他是玩牌 可能是输了 上家里来 要把这间房给占了 占了以后 这边他就没得住了 而且房人家来 人家天天上边来 要钱 天天在屋里不早 据了解 在住进了父亲的自建房之后 杨德丽 曾欠下了六万元的债务 债主追到家中 扬言如果他不还钱 债主就要占用 他们所住的 那间自建房 当时在无奈之际 杨家的老父亲 想出了一个既赶走债主 又能保住房子的办法 他跟他爸爸 还有他姐姐 就是这个二姐和这四妹 一块跟这个屋商量的 当时我没在这个屋子里边 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 就说 这一条就是这个房子 假装了 卖给他姐姐他们了 就别拿这个主意了 欠钱归欠钱 这个房子就别让人来了 这房子就是给卖了 这么着后来我姐我们俩 还有跟我爸是说的说的 可能他说六万块钱 结果呢我们就是把这房给摁住了 不能让他把这房子 听说他卖了一间房子 不能把这房子再卖了 结果完了 这么着我跟我姐我们俩呢 就一人给拿两万块钱 谁跟我们说一下就关于这个 两个女儿出钱买他这个房子的事 这事是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个 当时我爸还在呢 就说他可能该的人几万块钱 六万是多少钱咱们组长 人就都着叫孩儿毕业 叫咱们组长 他媳妇还有他们那男的 人就停在咱们家住人不走 但是他们也没得住啊 就打我爸怕惹事 我们也都怕惹事 后来我就跟我爸 我们三个人就商量 说的不行咱们摆钱给他堵上 摆咱们家钱 摆咱们家房留住 要不人家当事人就摆这房子 给他走 四线房人家就来住了 人家就不给了这房 是什么办法来挽救家里的房子 我就跟我姐和我爸 我们商量 咱们把这个房给他 把钱给他还了 把这个房给他留住 这么着呢 我就跟我姐 我们俩人呢 当时可能一人说出 两万块钱 打我爸六万块钱 可能这房就 可能就能留住了 结果呢 我们俩就给他 出了两万块钱一人 其实说清楚 所有的所有 对我们家付出 全是背着我们的爱人 四万 对 出于大局考虑 为了保住家中的利益 当年姐姐妹妹 配合老三一家 进行了一次 所谓的房屋交易 我得要捍卫我的家庭 保护我的家人 我们其实都同意我的货 你没说他 那不同意 你们打了多少年了 就为了挣这房子 造死的钱 全让我喝一 全给我喝花了 我们基本都没样 我们在这住十年 都是我们给照顾的 我怎么能帮我 我肯定要挺那样的 就给了我们四万块钱 后来最后我公公和我婆婆 都在这的时候就说过 说你二姐那两万块钱不用还 说这钱就别给你二姐了 但是这么说的 他也没还 他还就是这么住的 我们就多考虑说亲情 我们家生的迷男孩 他也没房住了 那房已经卖了一间工房了 你说什么 我们也没考虑这么多 就这种情况 单单于是说 他把房卖给你们了 但是他还在那住着 对 然后你们给他的两万块钱 给他两万 他没还给你们 没还 没还 那么对于当年的这笔钱 如今他们各自 又会持怎样的说法和态度呢 有书面的东西吗 后来完了 他摆这东西 您听着啊 就给他 给他写 后来我爸给没给 具体我们不知道 拿来看一下 二姐 这个资料都给你 当时他就给我们写了这么一条 这条是什么意思呢 每人出两万块钱 把这个自建房给买了 就保住了 这自建房是谁的呀 自建房是 说句话 是我爸的 我们家所有的房 跟这自建房全是我爸 我们大家是爱的 是全是我们的 其实受累也好 花钱也好 我们家这姑娘 所有的姑娘 没有不付出的 大家都有份出钱 出力 对 但是名字都在父亲名下 对对对 明白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就把它买过来了 就这个买的是一个什么 我们不是买 就想把这房子留住 留在房子间 但是你们写的 写的这个协议是买是吗 没有吧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当时他 他协议啊 也就是说 他没有实际到说钱的事 只是说呢 这个 就刚才说 他这个哥哥三哥 说呢 资源将这个房子 就自建房一间 这个房子 所有权转让给姐妹 谁谁谁谁谁 然后跟这个房子有关的 所有的利益 这个三哥呢 就不再主张了 都全力让他们二位来分享 就简单说 说了这么一个事 另外呢 他说呢 这他们三个人呢 一致同意 父亲作为这个协议 担保人 见证人 没说钱不钱的事 现在这个东西 三哥还认不 不肯然是假的 本身就是 如果真的 我也不可能 四万块钱给他呀 认不认 他可能现在不认了啊 零几年的事吧 零四零三年的事 好像我们都 都没有那个 那印象就 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零七年 肯定父亲去世前嘛 对对对 对吧 结果这房不就是 这么着就下来 他们还继续住着 这本身 他没不是买嘛 实际上 05年呢 国家不有一政策 未改嘛 给翻建房 工房呢 国家花钱 自建房翻盖 自己花钱 当时我们整个院子 不管工房私房 全都翻盖 只有他不盖 他说他没钱 没钱呢 我和我姐呢 就跟我爸谈 就说 人家都盖 就他不盖 人家一盖的房 别人就高了 对吧 一大老爷们 多含着呀 说爸咱们给出点钱吧 就这样 不仅老二和老四 各自掏钱 帮助老三 将这间自建房 保留了下来 而且在之后的 自建房翻修中 姐妹们 也对老三有所帮助 只是希望 他能有一个 自己的居所 安心居住 我听说 我听说好像就说 当时那个房子 要是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呢 因为没有钱嘛 他也没有钱 然后他这几个妹妹 好像一人出了一千 但是这二姐 就是拿条的这个 出了二百 然后我公公出了五千 好像是我听他们 这么跟我说的 然后是一万块钱 盖的这个房子 我们每人出了一千块钱 今儿几个都出了 我爸出了五千 姐妹们花钱翻修的 这一间自建房 之后却又经历了 一番波折 到后来呢 的确是因为她有病 而且我们家经理 也不好 她给卖了 我这也有借条的 卖了最后呢 是我妈呢 又花十一万五 人也买了两年以后 我妈花十一万五 买回来了 这个房子 她买回来了 就把那自建房 又给买回来了 我爱人已经给卖了 从谁手里买回来的 就是从她卖给别人了 这个房子 自建房 卖了两年以后 我妈又花 这个买卖的过程 有记载吗 有 我这都有 对 就是私下写的协议 对对对 这个第二次 他们家姚姚卖了 刚刚没说呢 哪里有卖 她又给卖了 她有卖了 她又收回来了 因为这个房子 本身就是违建 对对对 违建的房子 你不可能说 我卖给你了 你卖给我了 对 如果说有一个人 他愿意去买 这个违建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 除非是跟您家的亲戚 或者是您家的朋友 或者是真的觉得 这个便宜值得占 不然的话 这风险是很大的 对就是他买的 谁买了 我这有这条的 也是一个 就是不是说特别近 但是也算个朋友吧 因为的确人也是想帮他 他的确经济 但是之前这个自建房 已经卖给那几两个 那是假的呀 那本身就不成立的 那我也可以说 这个也是假的呀 这个都无所谓呀 要是这么认为 也都无所谓呀 假的 假的给你钱 不是这 假的这两万多钱 原本为了保住 这间自建房 杨德丽 已通过协议将房屋 转让给了两个姐妹 但是考虑到杨德丽 没有其他住房 姐妹俩尽管支付了钱款 却依然同意 让弟弟继续住在 这间自建房里 而后 由于经济拮据 杨德丽再次通过 私下的协议 将这间自建房 转让给了他人 最终 夏美南的娘家人 又出钱 将这间自建房 从外人的手中 买了回来 现在是被嫂德丽提醒你 假的可是你爱人 在那上签字的 这是后来的 这有签字的 来你爸 你的头拿来我看 在我们听起来 就像是您家 在拿这一间房子 过家家 不是 就说这些 今天卖给你 明天卖给他 后天我又买回来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 法律都不认可 对 都不认可也无所谓 这些都是他做的 就是我今天 想认可这个条 我就认可这个 明天我想认可这个条 我就认可这个 老考虑清静嘛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一收带的 就遇到这种困难了 我来求厦门男 进这个户惑问题 之后 我才想到这些问题 要不原来 我一直不考虑 我对于他姐来讲 我也从 哪方面来讲 我也对得起 厦门男对得起杨德丽 二姐杨美玲表示 虽然她隐约知道弟弟 将曾经协议 转让给自己的 一间自建房 又转手转让给了他人 但是 考虑到亲情 她始终没有提出异议 她坦言道 自己带弟弟一家不薄 但是 如今她遇到 签户口的困难 弟妹却向她提出了 苛刻的落户条件 实在是令她寒心 确实我呢 作为小辈儿 我也不拿大主意 实话说 从来我不参与什么 我只是作为 我一个旁观 我就这么看 确实 以前我非常融洽 关系非常融洽 特别的好 以前一直照顾 一直对我三九也特别好 保房呢 我嫂现在还不承认了 就从来借两万块钱 现在 赶紧来说 那两万块钱不是借的 是买的你那间房 你那间房 你必须得还给我姐他们 说还给我姐他们 据你说以后的房子 我们私下 我们又翻盖 我们又拿钱 我爸拿钱 那是我们姐们之间 我们姐们之间的 但是说 与她没关系那房 这个现在要能收 我们就收回来呗 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去 还是怎么说呢 要能收就收回来吧 因为她也不承认 她说她闺女又给卖 她又给卖了 她闺女又给买回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不知道这里怎么着 这些现在还好多事 我们也不敢说 如今回想起 曾经对杨德丽一家的 种种帮助 再联想到 三媳妇夏美男 提出的落户前提 杨家姐妹感觉失望至极 也因此他们想要早些实现 自己在父亲老宅中的利益 我们现在应该全部收回了 全部收回 现在就是我们俩买的那个 你俩买的那些 收回 然后您父亲那个工程房 工程房 我们按法律来走 我们应该住 我们也可以住 他们现在提的主要 就是说拿那个条 他那个就是当初写那假条 那个 那个说给他卖给他 他们姐俩的那个房子 那个条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工房我们给卖了 卖了现在这个房子 是他爸爸的 他们要要求分一半 然后一半工房一间自建 这是他们要求的 为什么我不想交姐 放弃这个利益 因为我们从小没妈 我六岁没妈 我妹妹三岁没妈 都是我的俩姐 给我们抚养大的 现在我姐呢 走到这一步呢 我们真的也不舒服 再一个呢 对于我哥 我们兄弟姐妹 我们也没少照顾他 我们家在八二四中 我们家的八并不缺钱 我爸到死 我们爸的钱没花完 到死的钱 全让我哥一样 全给我哥花了 我们姐妹都没要 根本就不跟他考虑钱 我说我们家 叫我姐姐户口问题 你帮解决了 是吧 有拆迁 有我哥活的 我们绝对亏不了你 说没有我哥了 那咱们打单说 是吧 都兄弟姐妹 从小都没妈 都一起的 说不管你争气要强也好 是吧 你现在早就病 现在你病了 姐姐没慢带你 逢年过节回去 钱是钱 东西是东西 没落过 每回回去 没空手过 这可以问街坊 一买买 十斤十斤的肉给他买 你说就因为户口问题 你就那么刁难他 而且我哥 以赌博为生 赌博一辈子 他那房就赌博给卖的 为什么那房 不能改他名字 改他名字 完全可以给卖了 我们不放心他 他现在半身不随了 还能赌 他现在不赌了 他不赌 明天赶上 明天他给卖了 我们怎么办 而且你结婚的时候 父亲给了你房了 不是没给你房 那你给卖了 那你能 难道你百房卖了 老人的房 就能吃你的了吗 是吧 而且子女那么多呢 在一个没有什么收入保证的情况下 有这么多的外债 甚至可能是赌债 那么要去还的话 那么显然由于他以前有这样的一些 以房抵债的过程 那么姑奶奶们的确不放心 如果真的过户到这个老三名下 他转身把这个房子去做抵押 或者去出售 去做任何处置 可能把一个黄金地段 未来拆迁 有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房子 做了一个不当处理的话 那显然都会损害到 这些姑奶奶的利益 因此这些姑奶奶的这种阻挠 也是可以理解的 杨德丽如今生活无法自理 作为家中唯一的独子 却总是败家 这让作为姐妹的手足 更是忧心忡忡 而对于姐姐妹们们这样的说法 老三一家并不否认自己的过错 但如今 他们也是自身难保 你就说千错万错 最起码说我们有错 我承认 当初第一 这个家的确都是他做主 是吧 而且他有病 说我 那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生存呀 对吧 是他卖了 的确是 当初他做的也是不对 但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下了 这些东西已经过去时 可以翻篇了 对吧 我爸是跟我说了不止多少遍 说这笨啊 我说他赖起是儿子 就是我爸说 你人都叫公家 说你说 我都说我国他再不好 我说我哥是儿子 这房将来也不行 有些老大人也不行 我爸说死我都不能给他 我后来我是我明白爸的意思 我哥赌 给钱就给了就卖 那你不能说你就是这个 说那你难道看他住大街吗 如果你们要狠得下心来 可以让他住大街 那我没有意见 对吧 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 如今夏美男认为 自己的丈夫赌博 何将房出手都已经成为过去 几个估计 应该考虑他们的生存现状 将公共公租房过户到丈夫名下 让他们的居住条件有所保障 那么他的诉求 是否有实现的依据呢 您家一共四间房 对吧 现在还是四间是吗 现在没有 先剩两间了 现在就剩两间了 换出一间拆间了 有一间拆间了 现在还剩两间了 有一间都卖一间 然后等会儿啊 然后一共有三个户口 对吧 哥嫂一个 六妹一家 还有杨姨 是吧 是哥嫂的孩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两间房 现在都谁在住 两间房现在它是我哥是 我哥他们俩住 这个是等于什么呀 我弟弟得了半十多岁之后 他从医院回来的时候 是我跟我大妹们俩私自做主 看他挺可怜的 完了怕他那轮椅也出不来 而且是我爸那儿死了 里边有一个就是能摇的那种 我们给帮我爸买的一个轮椅 这个时候他才进进的那屋 是他病了之后 我们让他进进的 我们是可怜杨泽丽 这么才进进的 他们家剩下的房全都是老三的 对剩下的全是他这样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六 您的那个户口对应的房 是这两间的哪一间 这两间的成功房都是 我哥是单有房本 老六 你的房对应的是 现在的这两间对吗 对 就是哥嫂的孩子 他对应的是哪间房 都是我哥原来卖的那间 没有对应 因为我们那个平房 除了四简房就是公房 没有对应的 他就是十二号院 所以哥嫂的那个孩子 他等于是空挂户了 是吗 对不对 他有户口 但是他的户口 对应的那间房 已经是别人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空挂户 是吧 对 他谁有对应的呀 我不能代表大家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面对二姑姐的求助 他说他的条件 无可退让 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冰冻三尺 非一致之寒 所以有些东西 他们做的已经太过分了 所以我才这么决定的 您知道吗 关键时刻 考验人心 现在把我们家床都做样了 我姐现在变成做样了 人家也不敢 人家觉得应该的 不然应该的 人家网络说了 你不说了 不见得回报 也不知道谁说 谁说 他们彼此牵制 却又互相为难 我感觉我就跟这家 我就跟犯人一样 真是 没人看得起 还不说出出挤着你 就感觉我要是 我最好的就是什么 逃避我走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他们那他们就乐死了 你知道吗 要不原来我一直不考虑 我作为她姐来讲 我也从哪方面来讲 我也对得起 下面男对得起杨泽丽 我就不知道下面男为什么这样 就是说非要这样刁难我 我不明白 这也不好 他们是家人 却针尖对脉盲 现在就是敌我 但是这对敌我关系之间 正好又是互相制约的关系 迫在眉睫的难题 将会如何解决 他如果真的过户 要说过他过 他小妹妹的上面 我也没必要签这字 他们就过去吧 对吧 人家现在是要求 大家都要去 那他不能要求我 也就是说 我可以去跟你签这个字 我是有条件的 现在您说您的条件 对 那他把户过到我爱人身上 凭什么 那他凭什么呀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就能把事办 为什么 你现在不给闹 欢迎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让我落户 早年间 杨家的三儿子杨德丽 将父亲分配给他的一间公租房 转让给他人 如今身体无法自立的杨德丽 依然居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 而房屋的成租人 却还是已故多年的父亲 近期 杨家的二女儿杨美玲 家庭遭遇变故 想要将户口 落回父亲的公租房中 三地席下美男 却以变更公租房的成租人 为要求 向他提出了落户条件 我提的条件 我说如果你们要是把 你要想把房本落到白打四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了 是吧 我的条件就是 你把房本落到杨德丽身上 成租人 便当他 这样 我还能 同意 那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不同意 但是如果 但是这话 你跟他们这么说 他们就不干了 2007年 杨家老父亲去世 杨家便彻底分了屋 杨家的小女儿杨淑玲 顶替父亲成为了护主 而老三杨德丽夫妻 则单为一个户口 如今 老二杨美玲 想要将户口 迁入小妹杨淑玲的户口之下 原本似乎 与老三夫妻的户口互不干扰 然而 由于父亲的成租房 多年来 也一直未变更成租人 这次 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便交织在了一起 老六 你的房 对应的是现在的这两间 对吗 对 然后 杨家的户口 哥嫂的孩子 他对应的是哪间房 都是我哥原来卖的那间 就是我哥把自己公房给卖了 但是他的户口 对应的那间房 已经是别人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空挂户 是吧 对 哥嫂的户口 也是 对应的房子 也已经卖给了别人 变成了别人的 所以他俩也是空挂户 对吗 没有对应 因为我那个平房 除了紫检房 就是空房 没有对应的 他就是十二号院 就是那个就 没有对应 对 就属于那个院 没有对应的 那位嫂子 在密室的那位嫂子 你听一下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实际上 有户也有房的 就只有老六 是吧 啊 树林 对 你们一家 对吗 你们是小三口 是不是 没有 我跟我女儿户口在的 就是你和 对 两个女儿 先生不在 先生的户口不在 三人不在 因为是这样 因为那时的房子 坐在百亚子 终加到十二号 就全部在那里头 他现在呢 他户口呢 就在八亚子 终加到十二号呢 他就没他这房子 完全就由他来 能成都他房子 他们属于有户无房 再拍他 十二号 真的 我老姨他呢 是有房 不是有户 有户有房 但是我老姨没在 儿子 在杨家的子女们看来 老三杨德丽夫妻 早就将自己的利益 转手出卖了 如今 他们虽然使用着 老父亲的老宅 其实属于有户无房 那么对于这种 所谓的空挂户的说法 三媳妇夏美男 又会给出怎样的回应 家是不是确实有 刚才我最后问的 那个那种情况 就是 您和先生是一户 六妹和女儿是一户 然后您女儿是一户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确实那个对应的房子 是像刚才他们说的那样吗 不是 就是您和女儿的 都已经是空挂了 不是不是不是 那您您对应的是 现在的这两间 因为我们那个院呢 就是十二 别别别别 你按照我 咱们简单逻辑 现在您家里 还剩两间吗 不是 对 您的户口对应 这两间在哪一间 这个户全是十二号 一桌了 一桌了 我现在这户口 全是十二号院 这位女士 你在混淆盖你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你看啊 这白纸是十二号 对对对 毕老师在问你 我们现在公租房是一间 这没有问题 这个小妹 六妹的户口 和她女儿够在这 毕老师在问你 您两口子和你女儿 是哪个房子对应的 我们没有对应 这都是十二号院了 所以你现在回避一个问题 就是你实际上 没有具体的房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 刚才毕老师说了 人家小妹 人家母女俩 人家有对应的公租房 人家是有房有户口 您现在女儿的户口 你们两口的户口 我们一直在问你 对应哪个房子 如果你没有对应的房子 你拿十二号说是 那问题这两间房子 不是你们俩的呀 她的户口上也没写这几号啊 就是十二号院呀 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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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呀 你现在是这样啊 你是有意也好 无意也好 或者是我们客观认定 困难也好 说不清了 说得清的 我觉得我是说得清的 就是我们这个文案是写得很清楚 妹妹之所以会进去 就是六妹啊 她的户口之所以会进去 她底的是父亲 对 没有没有 而父亲 听了听了听了 父亲 她顶替父亲去 进去做的户主 你父亲民下的房子 肯定是正根 对 不可能说你父亲 当时对应的那房子 是后来的自建房 那是不可能的 对 这个是对的 她的户口从结婚去没签走 就从来也没签走过 对呀 她顶了户主啊 户主民下的房子 所以你注意毕老师的表述 原来是在侧 对对对 户主老爷子去世以后 顶的户主 要听明白这个话 顶的户主 原来不是户主 明白了吧 对对 您也有一户口 不签到您这个户口本里 就是您命下 您为什么这么吉利的 就是要阻拦呢 因为这个户口的问题 这个房本 要是改成租人这个问题 不是闹过一次两次了 那我都报过警了 房管所 居委 你等一下 现在人家 人家进来可没说改成租人 你别把这事 跟改成租人混为一谈 那不行啊 他户口没在 他都这么闹腾 在调解嘉宾们看来 老二杨美龄一家的户口迁入 与夏美男的丈夫杨德丽 是不是成租人 完全没有直接关系 然而在夏美男看来 二姐的户口迁入 势必将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第一拆迁 这拆迁隔一边 第二 它肯定得影响我的生活呀 对吧 他要是拿着户口本 他要户口落进来了 我就住这 我户口是这的 我背着住 我住这 我能怎么办 公租房 我们按法律来走 我们应该住 我们也可以住 那您现在是 单纯的想把户口 都回去呢 还是想要回去 住里边的一家 我现在 首先把户口解决了 目前 老三杨德丽家 只有父亲留下来的 这一处居所 这处公租房的面积 也只有十七平方米 三媳妇夏美男表示 二姐的户口迁入 势必下一步将会涉及入住问题 这必然会扰乱他们原本的生活 这正是他担忧的缘由之一 现在我们家房本 现在由他钻了 他就认为他钻了房本了 是吧 这房就有他的了 还有一个 他学的 他现在交的房租 他的户口 那只有说 前提你把房本 做到房身上 我才踏实 我才有安全感 对吧 因为这些担忧 是以前都发生过的 所以我有担心 我没有安全感 所以不做了他身上 我怎么能给你签进户口完 那么他的变更成租人的要求 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对吧 那么现在人家说要签进来 你这里提出了相应的 你的条件 那你就这个问题跟我们说说 你依据是什么 而且人家今儿几个说了 一旦扁更成租人为你们家 人家有这样的担心 事实上 我们客观地说 也不应该就仅仅落在你们家 因为这边里边有很大的利益 对不对 大家这么多子女呢 为什么要落在你们老三家 对吧 所以你把这个 把你的想法 你为什么这么有这样的要求 理由依据都说一说 我们听一听 他是常租户 然后跟父母共居 这个都是他具备 他的条件 刚开始要改在那个老三名下吧 然后又改在最小的小姑子名下吧 唯独不能改在我爱人的名下 但是呢 现在只有我爱人具备这个条件 成租条件 在三媳妇夏美男看来 自己的丈夫是家中 唯一符合下一任成租人条件的 接着二姐落步的是 不如将成租人的问题合并解决 我哥现在已经都这样了 他现在就无能行李呀 一再五百房改成你的名字了 是吧 门间穿线里 谈房里 是你下门谈的 我们家都会凭叫你去弄的呀 哪能不能弄你呀 如果你要真为这家付出了 是不道理 咱们也好说 你就去那享受行的 我们为什么没改 没有原因的 哎 就怕这个房 倒是再没有了 对 现在为止 一直就没有变动这个问题 只有过他们一下 他具备这个条件 任何人都不具备 他们有他们的顾虑呀 他们可能就是 这是以前最早 他还没那什么时候 就说就怕这个房 到最后 他要是有什么 这房就落我身上了 就让我卷跑了 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我先问问你啊 成租工房变更成租人 你给我背一背 说一说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你给我掰手 给我数数 但是我知道的 第一就是跟那个 工居两年以上的 好 我们是长连户 第一 第二 第二是无房 他们家没有房吗 卖了 就那工房那里卖了 第三 第三 那我告诉你吧 第一 共居两年以上 第二户籍要在这个 工居房里 第三 没有其他住房 第四 原成租人 各位相关利害关系人 同意 这四条 你掂量掂量 刚才你说 你具备变更成租条件 这四条里边 你具备了几条 我具备了三条 你们家的户籍 在哪里 我们家的户籍 就是在白党 是公家老师 在不在这个工租房里 在啊 因为我们 对 在工租房里 你不用解释 你就回答我就可以了 好 共居两年以上 那么现在 因为你们这个院子 在架构啊 现在你们家原来 老爷子分给你们的 工租房 已经没了 对对对 没有自己工租房了 是老爷子的 那你后来住哪里呢 我后来我们 刚开始我们 直接回答我就可以了 我们住自建房 那就换言之 你并没有住在 这个工租房里 对对对对 那就法律上不叫工租 因为那这 不不不 你刚听我说 咱现在既然说了 咱就掰开揉睡 说细一点 对吧 咱不能说光在这个什么 什么家道多12号 不行 你在那号里 还有自建房的 你一定要住在那个 一二三四四间 五间房子 四间自建 一间公租 一定要住在工租房里边 在这住了 你才叫共居 所以你除了 你户籍在这个院里 假如你是在这个工租房里 我现在不确定 还是即使在 刚才说什么 家道多12号 如果你户籍不在 这个工租房里 或者说分不清楚 咱放在一边 但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你这个人没有住在 公租房里 所以就不成立你说的 共居的问题 你在这个院里 不等于在这个房里 我这话你同意吧 这白纸是院 我这个手机是 这个公租房 我知道了 明白了吧 你起码没在这公租房里 所以你仅仅户籍 户籍实际上 也是在院里而已 说不清楚 但是那是以前 所以四条假如说 你起码三条 或者是两条不符 假如你没房 好就算没房 OK 那甚至刚才 相关利害关系人要同意 然后你要跟他 共居两年以上 起码你共居两年以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你刚才说 说只有你具备了 变更这个承租人条件 这个恐怕 你不能说服我们 所以你刚才说 你爸你说的 为什么我说希望你 你梳理一下 你有这样的要求 依据是什么 你反过来说 不同意人家 又是根据什么 所以你告诉我们 我们再来给你一些意见 在第一现场的沟通 律师陈旭 向夏美男逐一解释了 承租工房 变更承租人的条件 其中陈律师认为 就以上夏美男 所提出的几点依据而言 她的丈夫杨德丽 都不具备承租人的条件 那么接下来 夏美男 又将提出 怎样的变更 成租人的依据呢 我们在这住十年 公公婆婆都是我们 给照顾的 对我们一起共同生活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 她要当成租人 为什么不可以 对吧 我们有这个条件了 十年了 老太就跟我们讲 我嫂子怎么对她不好 什么的 就跟我们说 因为死老太说的 一定要跟她争那房子 一定要跟她争那房子 千万那房不能给她 这是我们那个 后母去说的话 夏美男补充道 因为她与爱人 曾经与公公婆婆 共同生活 相对其他子女来说 对老人的确尽到了 最主要的赡养义务 所以 在变更公租房的 成租人之时 她的丈夫 也应当是第一人选 那么 她的说法 又能否得到 法律上的认可呢 那这些小姑子 大姑子 她们有没有照顾婆婆 少 极少极少 所以 这是第二个我要说 第三个 即便你照顾了 咱们现在 讨论的是一个 财产继承问题吗 是不是 是还是不是 是 那我告诉你 公租房它不是移成 我没 就是因为我不认为 是移成 所以不然 你怎么说照顾婆婆的事 照顾婆婆 因为我们讲继承了 那我 因为这是我 那你的理解 你的理解对吧 对我这么做的 你这么做 刚才我说了 你现在 你照顾婆婆 我们都要赞扬你 这好事 儿媳妇照顾婆婆 我们都要提倡 但是你如果 把力挂钩了 就要说出根据来了 显然 三儿媳有一个 巨大的误区 那就是 乘租房并非遗产 并非是谁多付出 谁就将得到多回报 乘租工房的问题 与遗产继承的问题 有着很大的区别 如果咱们 就着这件事 如果就着这个 二姐要迁户口的事 把您家这个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这事您看行吗 就是把我家房子这事怎么解决 您想怎么解决 这不是听大家想法的吗 反正我觉得 他如果真的过户口 他要说过他 他小妹妹在上面 他是户口 那他过他就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也没必要签那次 他们就过去吧 对吧 人家现在是要求大家都要去 那他可能要求我 对吧 他如果要求我 那我还可以 我也有我的要求 我自己对我自己 我对我的家庭 我也要求 您的要求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 我可以去跟你签这个地 我是有条件的 现在您说您的条件 对 那他把户过到我爱人身上 凭什么 那他凭什么呀 人家没有要房子 人家只是要落户口 那不行 你不能说你想落进来 就落进来 那我还住 那我跟我妈落进来行吗 我妈也在这住呢 若是二姐不配合自己和爱人 变更成租人 自己是坚决不会让对方落户的 在他看来 多一个户口 就将面临被多分一杯羹的风险 然而 杨家姐妹表示 早年间 自己对夏美男一家有情有义 如今 却遭到对方的无理要求 实在是很寒心 他爸是有病 最开始他妹妹那离婚 他住了 咱们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 他妈他爸说有病 他以这个名义 又给他妈他爸 弄过来住了 现在他妈呢 还一直在这边住着 在这之前的时候 我爸在的时候 他们家都 他妈没来过我们这儿 都住不行 因为我妈第一70多了 第二 她精神上有点问题 她需要人照顾 我有一个妹妹 但是我妹妹 她三高 含脚病 血压高 心脏病 她也有 她照顾 她因为她自己也有 七百十 她也没有这时间 没有工作 何况呢 就是我妈呢 这么多年 我妈我爸 都是我 而对于这样的 居住现状 杨家的姐妹们 也纷纷表达着 自己的看法 你妈 我们都给我拆间有房 给了六套房 对吧 你们都 家前在原来那套 拆的一套房 是吧 你都 你都改为 你们家闺女的名字 也好 什么具体情况 你们可以跟她 是不是 你都 你母亲都在这边 这么住着 我们街里边 什么都没说 其实应该来讲 你这房不是你的 是杨驰楼的房 对吧 你应该是 跟她哥们姐姐说一声 为什么叫你妈 站在我们家的房 不是我们允许你说 你妈跟她住 我们就默认了 我们还冲着我哥 一冲我哥 二怕我打架 怕我哥生气 如果一旦 你的户口是吧 你要不给我哥 不给我姐姐 不给我这姐姐 做了今天 情况下 对不起 这房谁都可以住 这房是我爸的 不是你杨德莉的 杨家表示 他们之所以 默认同意 夏美男的 娘家母亲 住进他们父亲 留下的房子里 实则是为了考虑 与老三的亲情 但是 如今夏美男 却不可以协助 二姐办理 签字落户 这让他们感到 既失望 又气愤 你不能说 你想落进来 就落进来 那我还 那我跟我妈落进来 行吗 我妈也在这住呢 这成吗 对吧 还真不是一回事 她要落的是 她自己的妹妹 那她可以 她说妹妹 来来来 你说了我也可以说 行吗 你让我说 你妈妈 而且这个房子 是她爸爸的房子 你妈妈跟这房子 其实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知道吧 所以不行 也不一样 那不行 那她可以找她妹妹 让她妹妹给这钱 就完了 跟我面前没关系 跟您说过了 您知道吗 您想要实现的 和她想要实现的 都还非得配合 现在是杨家的事 您姓夏 您如果娘家夏家的事 人家杨家人掺和不着 现在人家姐妹 姐妹来了 人家都姓杨 所以你刚才那说的 那不行 这您理上说不过去 你知道吗 你是杨家的媳妇 我是媳妇 那我就应该是外人吗 如果从杨家的直系来讲 你还真是外人 那我对这家的付出呢 那等于白付出 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你付出什么 因为房屋的特殊性质 家之老父亲的户口 一直没有主销 并且依然是成租人的现状 为了不引发更大的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 相关部门 必须征得家中 所有人的同意 而对于老三一家 过往的生活状况 杨家姐妹 更是有着一肚子的怨气 他一直就没上过帮 没上过 那您弟弟也没上过 我弟弟也没上过 我三九确实说 就在家待着 什么 确实这辈子 在我印象里 确实没干过什么 全是靠我们这几个 帮着闹 帮着照顾 反正我探钱 以后探钱 在前期采访中 杨家二女儿和外甥 告诉记者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老三杨德丽夫妻 几乎没有工作过 而随着杨德丽的身体 渐渐无法自理 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那么他们到底 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自己所有的老公 都不知道我们 给他花的钱 不可能去单方面 他对我们好 我们不会付出的 没有了 现在我已经困难了 他这边 他不给弄 我感觉我就跟这家 有个犯人一样 人家网络说了 你付出了 不愿意能回报 也不知道谁容忍谁说 反正我自己感觉 我挺累的 我也挺累的 你别灭心就行了 你要灭心 说他叫母韩西 您就靠八张投资卡 然后八张投资卡 还包括还就是我妈 每个月呢 给我一两千块钱 因为我们家也 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么着 拉回来去 我这么倒腾 三媳妇夏美男也坦言 这些年 八张信用卡 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而杨家的姐妹们则说 这些年 他们对老三一家的经济帮助 着实不少 但都说救急不救穷 他们对于老三一家的生存方式 表示非常不认可 我经常给钱 真的 买吃的 他就听说 去一次 就是得花一次 而且看见的时候 我首先拿钱 我没有跟任何时候 我先带钱去 我就拿钱 我从石影山到护河寺 这么多远 给他做着饭 给他拿过去 也这么轮流 这么一天 今天他 明天他 这么轮班 伺候着 每月还给一千块钱帮五千 每个人一千帮五 每个人一千 我们的母亲没得早 我们都互相照顾着 互相照应着 确实还都是挺那什么的 因为 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 身体不好 也有病 血压高 没工作 也不去看命运 在家他这些 老去赌截什么的 也没钱干那些 我们就说去心里话 所有的这些妹妹姐姐们 就帮着他 老师回忆那时候 想说 确实特别和睦 我们一家 我们几个爷爷 跟我老公 就好像就包吵 那时候 其实特别的好 关系特别好 春节一口 年五年 这种热闹的气氛 我永远都回忆 对于我哥 我们兄弟姐妹 我没有教过他 我哥 我一辈子没工作过 全靠我们兄弟姐妹 包括我哥有病 半生不随 到医院看病 结几个拿钱 住了医院以后 结几个轮班 怎么伺候我爸 我们怎么伺候他 给他出保护钱 出护工钱 全是我们姐几个 完了以后 吃饭 在医院 姐几个轮流给他做 不管外头埋也好 什么样 牛肉羊肉 因为我姐 我哥有病 说吃得吃营养度 也比得有力量 姐姐说白了 都背着自己家 自己所有的老公 都不知道 我们给他花的钱 如果要知道的话 说白了 我们家 我们这姐家 都得打起来 真没想给他花钱 那个 就杨秀玲 以前他们俩的关系 的确不错 我爱人呢 对他们家也不错 就是我们什么都 给他们想他们 你想肯定 不可能是三方面 他对我们好 我们不会付出的 我们对他们也特别好 当我爸去世以后 我们自己在家 谈了一问题 说老太太怎么办 因为我爸死了以后 我爸手里还有钱 有钱呢 因为我后母呢 手里有一部分 有十万块钱 是他瞧病用的 我们就说 说这个 您这十万块钱呢 咱们不动 由您看病用 我父亲去世以后 剩那钱呢 给您作为生活费 具体说 我父亲死了以后 我父亲剩钱 遗产问题 我们子女没有考虑问题 就说给您作为生活费 说您是怎么着 我哥呢 就说他要跟老太太 一起生活 完了我们说 那就给你 一月给你们一千块钱 不养老太太吗 我哥不干 我哥先少 先少呢 就给他一千五 一个月给他一千五百块钱 我这几个姐姐 就说都商量呢 就说每月呢 给他拿出一千五百块钱 生活费 我说行 直到这笔钱呢 给完了为止 你想十年前了 一千五百块钱 可以了 他那次说 跟我母亲住一个院 他们呢 就一块生活 我每月给拿过 一千五百块钱 生活费 他呢 他自己妈妈有病的时候 顿顿把医院送派 而且我们这个老太太 包括老太太 包括我爸有病的时候 住院都不远 一次他饭 他没有送过 我们家老太太 也没吃他 也没喝他 而除了对弟弟一家的帮助之外 姐妹们纷纷表示 这些年 在对家中父母的 赡养和照顾方面 他们也都是尽了权力的 人家在老人 都知道这家 所有事都是宫女 宫女 而且我们家所有事 不管你们 就是大小停摊 说今天花一千 打五个公子 一千九百二百 我爸买条荣布 这八百 也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也给 多少摊 没有儿子的事儿 儿子不拿 儿子就说 他儿子他没有 那个生活来源 这些事情全都是 我们几儿几个来承担的 不管是经济上 还是其他的劳务上面 全是我们几个人 住的有二三十年 三十年左右 我们无怨无悔 对家里 对家也好 对他也好 我们无怨无悔 我们不愿让街路看笑 毕竟我们都一娘 常爬出来的 都愿过得好一点 不愿让人瞧不起 没有了现在 我姐 困难了 他这边 他不会弄 然而对弟弟 心甘情愿的帮助 对父母无怨无悔的 赡养 却依然换不来 在危急关头时 老三一家的一只元首 杨家的姐妹表示 他们实在是伤心 我姐现在变成作业了 人家也不敢 人家觉得你应该的 为什么应该的 人家网都说了 你付出的不愿意 你都回报 也不知道谁 谁无论谁说 一看他的话 你说天不天 你说 反正我自己感觉 我挺不美的 我也挺累的 真的 我感觉我就跟那家 我跟个犯人一样 真是 没人看得起 还不说 出出几个年 就感觉我要是 我最好的就是 逃避我走 这是最好的解决法 他们就乐死了 你知道吗 这是他们 他们也达到的目的 您现在明白 就是您和这些 您和您的爱人 和他的姐妹之间 是什么关系 您想 您能看得清楚 这个形式吗 我早看清楚了 您说说 现在是什么关系 现在就是 抵我关系 抵我关系 从七八天爱情 他给你买吃了 他给了二百块钱 您这对 抵我关系之间 正好又是 互相制约的关系 现在您的 这个二姐 想落户 需要您家同意 将来如果 这房子腾退 或者产生别的利益了 您家想得到 任何东西 也得经过 他们的同意 所以两方 是互相制约的 您今天不给 人家这个方便 回头哪天 您家真的能 从这房子里 得到利益了 您觉得人家 会给您行方便 这个东西 我早已经看到了 永远都没可能 我即便今天给他 我同意他了 他将来他也不会同意 这个东西 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冰冻三尺 非一智之寒 所以有些东西 他们做的 已经太过分了 所以我才这么决定的 您知道吗 我有我的想法 您觉得这房子 将来如果拆迁 如果腾退 他们也没有可能 得到一毛钱 因为他们肯定不同意 对 假如说 没有相互口的话 以后你们会给他 他们是相互制约的 该怎么给怎么给 那您为什么刚才 那么理直气壮地 说到改成竹人呢 改成竹人是我咨询过 说这个成竹人需要 但是只有改到他下 我能踏实点 对吧 也就是说 之前三哥和三嫂 已经认定了 这些姐妹 不会同意 在将来的腾退和拆迁当中 给他们家任何利益 恰巧现在二姐要签户口 这是个好机会 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房子拿过来 有一点我不明白 刚才毕老师和律师 在反复说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是相互制约的 就是如果你们不同意 或者是不去配合签那个字 签那个字的话 即便将来在进行 分配合拆迁的时候 那你们还是有制约权利的 这现在我已经这么讲 都无所谓了 不是无所谓 我们现在说这个事 就你们自始至终 只要你的货口签 在那个房子里面 你就有制约权利 也就是你就获得利益 的权利 那没有任何人 可以侵害到你 他现在他没有户口 他那天来 他说必须他得 居住在那 他不得进户口 就收回 他从一天 我就不去住的 根本是那么讲的 那并没有因为 他的进来 而影响到您的任何利益 您至终还户口在那 如果发生拆迁 您还有利益所得 那不行 他没有 他里面有户口 他告诉我 我现在没房子住 我得住在这 他还要拆枪 还要打割断 还要住这 我怎么弄 不 大家我们简单假设一下 这些能保证的两个户口 二姐的户口如果进来了 倒是如果房子要分一 分一杯根 因为户口进来 假设拆迁 能给他一点利益的话 那他也是成了他自己 也没有影响到您的利益 也没有影响到您的利益 我不说以后 我是说现在 还是户口进来了 他现在他刚才没房子住 没啥他又回报 我现在我户口在这了 我现在没房子 他在那 我怎么呢 你这几个姑奶奶 捞不着这些房子 如果他们不配合你 你这个房子 长期的无主房 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所以呢 我觉得您也不用 再说什么理由了 你是赡养了呀 还是怎样 因为这个 我觉得他这姑奶奶 虽然脾气大些 但是都不是白眼狼 我相信他们 确实有像他们说的那样 有照顾父母 也有 对你家也有些帮助 您承认还不承认 这没关系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大程度的 保存自己的利益 是吧 所以您得想一后路 给您的建议 在心理专家毕金仪看来 如今 三媳妇夏美男 和几位姐姐之间 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 因此 一家人团结一致 才是最为根本的解决方法 还有一个 如果他护我 他要不调的话 肯定给他妈轰走 如果他要护我 我姐能进去的话 我们考虑亲情 是吧 他妈要暂时跟他住 还住着 因为一天被不拆迁 还是冲着我哥 是吧 如果他要不弄的话 那肯定把他妈轰走了 因为我的难处 不是一般的难处 我要真让自己能解决了 我不会是 再说求谁也好 说自己也好 是不是 因为这个难挺难的 因为现在这个户口 我现在实在没有劲弱了 知道吗 我也希望 就是说夏美男 看看亲近的面 是吧 帮我这下子 这个忙 眼下 向地媳张口帮忙 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但这也是杨美玲 唯一的出路 二姐就这样难处 你帮我 你冲二姐 咱们以前那点好 二姐现在 您跟这个 您这个三 应该是弟妹 对 主要是你们两方 对吧 其实现在这些 您的这些姐妹 都是来帮您站台的 都是来帮您造势的 但实际上 刚才我们也说了 您双方是互相制约的关系 相信这一点 您也明白 但是现在确实是 您有当务之急 您有难处 对吧 您现在先跟您这个 弟媳妇商量上来好吗 我说下面 二姐就这样难处 你帮我二姐 冲二姐 咱们以前那点好 二姐对你薄不薄 自己心里应该也明白 包括你大哥 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也应该明白 是吧 咱们不能再说什么 而且就说 你那会儿 那么困难的时候 你二姐 是不是 你大哥 在那凉江干工厂的时候 咱说实话 搞粗胶 也让你去干点 在工厂 你也给你开三天文工资 说给你买空调 行 说实话 二姐咱们待着 从双方沟通的状态来看 眼下 没房落户的二姐 杨美玲 显得很是被动 而在前期采访时 二姐表示 她甚至也曾苦苦地 哀求过弟媳 我说你别这么吊纳二姐 你帮我二姐 二姐这个难处 你帮二姐闹闹就完了 二姐实在求求你了 后来那天我爱人 还只求他 你知道吗 还说夏美男 你帮帮大哥吧 大哥这很难 就哭着喊了 跟他说的 因为二姐就这难处 咱们平时关系 也没那么僵 而且我在头一个星期 我还在去他们家 一个说着 一个在看我弟弟 我跟我这大妹妹 我们是常常去 真的 一个月不准 不准说 要去两三趟吧 怎么也得去一趟两趟呢 其实我觉得夏美男 咱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过敌 是吧 就二姐这有困难 你能帮二姐也得帮了 对吧 杨德里有病存 我们当时也承认 采访家采的时候 也我也说了 的确是有不去 等杨德里出来 我跟秀玲说 我说要帮忙 因为我要伺候老太太 我还要到杨德里 我说你帮忙 我说你跟商量 姐姐商量 能不能过来 秀玲过两天 给我回馈了 二姐说了 她不是父母 我们没有这个义务 对吧 这么说的 对就是你说的 完了以后 我什么都没说 我从此以后 没给你们打过电话 然后我找接摸 帮我 怎么没关杨德里 我刚打你了 你怎么给人说 叫你们家 这样子有两个月吗 怎么没有啊 我就是说我们大家 对你真的 对三哥富豪 对你们富豪 你别灭心就行了 别的当中 对 你别灭心就行了 你要灭心 说吧叫我们韩西 在杨家的几个姐妹看来 她们始终对待 老三一家不博 但是 在交流过程中 三媳妇 似乎丝毫没有要做出让步的意思 与此同时 嘉宾们也感受到了 来自几个姐妹心中的寒心和气氛 那么 在老三媳妇 绝不松口的落户条件之下 老二一家的落户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并没有因为她的进来 而影响到我们的认可 这个东西 我咋也能看到了 一切的房子不能给她 何况事实上也给不了她 大家同意可以变革 但大家肯定不会同意的 只要那几姐妹同意 是可以变到哥哥名下 弟弟名 但人家不会同意的 怎么可能同意呢 那几姐妹如果同意 可不可以变到 另外一个姐妹的名下呢 也不能 她不会 她不同意 她不同意 她是杨德丽不同意 媳妇咱不管了 人家这儿子不同意也变不了 尽管在讨论中 调解嘉宾 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式 但针对双方互相制约的关系 这个方法 似乎依然是行不通的 就给她出个主意 让他们接着几个 接着五个 接着四个 在老牌所去交涉一下 现在就刚才说的 咱们今天不解决房子 仅仅解决一个户口 按照相关规定 户口签入 应当只需户主本人 也就是小妹杨淑玲的签字 即可办理 而在实际操作中 也许正是基于杨家人 时常发生矛盾 从而让相关部门 对杨家的落户风波 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 从而给出了更加严格的条件 眼下唯一的办法 只有让几个姐姐 在自愿做出承诺的基础上 自行与相关部门 进行沟通与协商 带着这个解决方案 律师决定 首先与几个姐妹进行沟通 自己所有的老公都不知道 我们给他花的钱 不可能去单方面 我们不会付出的 没有了 现在我已经困难了 他这边他不给弄 我感觉我就跟那家 有个犯人一样 人家网络说了 你付出的不见得回报 也不知道谁容忍谁说 反正我自己感觉 我挺不美的 我也挺累的 你别灭心就行了 你要灭心 说他叫母韩西 他要有个承诺 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问题 老三家有什么意见 跟你们排出所没关系 你只要审查 我符合不符合 迁入的条件就行了 对吧 护主同意 对吧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你承认有个问题 我们自己解决 跟你没关系 我觉得你这么去交涉交涉看 好吧 我觉得没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一个 我现在不明白 其他的一点路走都没有了 你现在都是管理机关的事 你现在有 你这个公安排出所 他这个估计管理 他有他的一些规定 那你现在也不好违背 所以你去交涉一下就是 好不好 他那个人要那个房本 我们家房本在上哪呢 所以他就在改 那你这事 刚才房本我看到了 对 那你跟房管所 看怎么去开个证明 证明什么情况 我觉得恐怕有几个证明 一个是你父亲的关系证明 再一个房屋成租的情况 居住情况 你去只能开这些证明 再去交涉交涉看 没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你就真的只能维持现状 而关于公租房的 变更成租人的问题 陈旭律师 也向三媳妇夏美男 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愿意做个好人 愿意说还维系这些关系 那去做些努力 维系不了 那从你们来讲 充其量就维持现状 我以后再说 是不是这样 我只能就是 就是维持现状 因为我没有维的办法 因为如果说 就说我承认之美 我承认他 我承他 别人反过来他会咬我的 这个东西 我都不用说 因为这么多年了 我们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嫁到他们家 已经三十多年了 那么根据现在的政策 只要是护主同意 一般来说 应该这个部级 是可以来落的 但又跟这个成租房 成租人的权益 纠缠在一起 那警方 部级管理单位说 如果没有全体利益相关 相关者的同意 签不过来 这的确是个困局 讲一个礼吧 因为事实上 根据这个三弟也好 三哥也好 总而言之 这个老三 一贯的表现 因为刚才 这个老三媳妇 给我拿了的一些 这个文件当中 我看到了 有这个借条 有那个调解书 总而言之 负债累累 因为根据他的经济状况 这么多的负债 可能是不堪正负的 那么包括以前 各位刚才 姑奶奶讲的 这些一个情况 可能这个老三 在各位姑奶奶心目中 实在是一个 不可信任 如果把这个房子 给了这个老三 这个房子可能 哪片也没了 所以这是各位担心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各位也有利益诉求 所以这个三弟妹 这位女士 我觉得目前 你要求把房子 过户到你 现实 随时现状 没有过户 因为你提出 这样的要求 是吧 人家 所以众口一词的 来表示了 自己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认为 维持现状 还是更客观一些 因为像你们家 这么多人 现在也不能 像我别的节目 谁拿出多少钱 来补给别人 然后我成为户主 现在恐怕 对你们这个家庭 也不现实 那么我们 基本的建议就是 关于房子 维持现状 关于户口 你们各方 再跟太儿子去交涉 就是无论您心里 愿意不愿意 您都得想一条后路 得让一步 否则两边都万难 而且你看看 你这个姑奶奶 我觉得她们 气势 大有就是说 如果要是 你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反正自己 捞不着 你这几个姑奶奶 捞不着这些房子 如果他们不配合你 你这个房子 长期的无主房 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所以呢 我觉得您也不用 再说什么理由了 你是赡养了呀 还是怎样 因为这个 我觉得她这姑奶奶 虽然脾气大些 但是都不是白眼狼 我相信他们 确实有像他们说的那样 有照顾父母 也有 对你家 也有些帮助 您承认还不承认 这没关系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大度的 保存自己的利益 不是 是吧 所以您得想一封 给您的建议 结合杨家仁的这场落户风波 在关联以往的调节 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 那就是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 当面临执行时 相关部门会给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 也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二姐一家的落户 还会经历一些困难和波折 但我们希望 三媳妇夏美男 能从眼下二姑姐家的实际困难出发 念及旧情 伸出援手 只有一家人齐心合力的面对难题 才能尽早打破困境